日前在江苏宿迁 一工人在对风力发电机维修时 因风力过大 客人安全绳于扰流条缠绕 工人被困百米高空 随时都有坠落的风险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 立即派出一组人员攀爬至发电机顶部 为工人做好保险措施 随后架设滑轮组将其拉至塔内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 被困人员成功脱困